花枣茶的清晨 交开谁的心门 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 花枣茶的黄昏 换帮谁的体温 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 渺小的眼神 安停了时针 蔡芹 冲冲 冲冲 我就喜欢看你痛苦的样子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死到临头还嘴硬 有本事你就让我死 你放心 我不会杀了你 你若是死了 这个游戏还怎么玩呢 娘 娘娘 母亲 母亲 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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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可些叫玉依 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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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叫玉依了 苏贵妃她 她哄了 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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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才行 你为何不在犯狄困难之中 母妃 你根本就是具意接近殿下和贵妃娘娘图谋不轨 是 men 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让哈贵妃娘娘 你还敢狡辩 所有人亲眼所见 你当我们眼瞎了吗 眼瞎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来人 将她给我拿下 是 母妃 母妃 你现在出来干什么呀 你这个时候把我转移出来 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若再不出来 怕是你就要被人 大谢八快了吧 暗巫的想法 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他们没有办法 直接对十一哥下手 所以便想利用母妃的死 加深十一哥的心结 这样月华石 便会排斥十一哥 渐渐从她的神魂里 分离出来 不过这一招 实在太过阴险狡诈 为什么我们早没想到呢 不好 绷进世界就要崩塌了 现在怎么办 难道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用 便是我用灵力 强行将时间回溯到四个时辰以前 因你是外来闯入者 亦是不受时光回溯的影响 你既已知道结果 一定要想办法提前阻止暗巫的阴谋 好 那我们快行动吧 不过此法仍然也有一个弊端 虽然这是梦境世界 回溯时光仍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这四个时辰内 我灵力耗损过去 可能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如果你仍然无法挽回局面 母妃依旧死去 那整个梦境世界会瞬间崩塌 你我也会灰飞烟灭 只是我害怕会连累你 我不能这么做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不要紧 这里虽是梦境世界 母妃也不是真的母妃 但我绝不会让暗巫害死她 而且这是眼下唯一能救 十一个的办法 你快做决定吧 好 我一定会小心行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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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回溯 没想到巫族里 竟有人炼成了这般能耐 有点意思 只是对有这个外来者来说 也同样不起作业 殷采倩 我等着你 十二哥 没事 只是没想到这灵力消耗的 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 待会儿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 好 你快休息吧 把手给我 记住了 这五片花瓣没凋零一半 距离梦境世界崩塌就近了一步 你务必敢在所有花瓣消失前 救下母妃 阻止暗暮 好 我答应你 母妃 这一切都是因儿臣而起 连累到母妃 要罚 也应该是儿臣受罚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上一次就是我从这儿离开后去找了十一 我们一起出了空 才让暗巫做了空子 看来这一次得换个法子了 你好自为之吧 好 若此时能换出十二哥就好了 糟了 五色花瓣只剩三瓣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得赶紧回去守着苏贵妃 以免再让暗巫有机可乘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怎么办 贵妃娘娘若是怪罪下来 这可如何是好 我正要去贵妃娘娘那儿 要不我替你送 可是这些东西都已经 放心吧 我向娘娘解释 那谢谢 谢谢你了 大人 十一殿下 十一殿下 人哪 岂有此理 这个殷采妾 一次次阻挠我的训练计划 又因为摔斗吃痛 害我惨遭母妃误会 居然 居然还是我顽劣不堪 这个殷采妾 真是个扫把心 大胆 不然 见到本王还不用静 见到我母妃的时候 你倒是挺会装可 我有着急的事 要找贵妃娘娘 呦 她准备了十盒 不知道你到底是何居心 嗯 嗯 诶 你 你干嘛 你 你 你 十一身上没有苏贵妃的香囊 若是发作就会很危险 嗯 不行 我得提醒她 殿下 我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为何方才不说 殿下 您有喘名之急 什么喘名之急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我活这么大 还从未听过自己有这等兵器 我说殷采妾 你脑袋是被门夹过了吧 殿下 您体内的喘名之急 之所以不发作 是因为有贵妃娘娘的香囊 保护您 香囊内装有银丹草 香味可以抑制喘名之急 只因娘娘顾及殿下颜面 所以自殿下记事起 娘娘就像此事 当秘密一样封存 您的喘名之急 没有发作过 所以您才发现不了的 那都是因为 贵妃娘娘的香囊 保护着您 编得倒是不错 我看是你病得不轻吧 本殿下今日罚了 没空跟你正直 来日若是再口出狂言 我定撕了你的嘴 殿下 殿下 雲泽姐 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什么我做了什么 明明是我救了你 不对 是贵妃娘娘救了你 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苏贵妃给你那些讨厌的香囊 和她强加于你的那些想法 都是为了保护你啊 娘娘 儿臣不孝 还请母妃 受儿臣一半 快 快起来 我已经想通了 从此以后 你的事情我不再轻易插手 倘若日后你还想当将军 你就去吧 但是你要答应为娘 一定要好好活着 好吗 儿臣谨记母妃的教诲 采倩也有一事 求娘能恕罪 什么事 方才采倩一时新奇 不小心撞到了性了 两只石盒尸首打翻了一枝 采倩又不能拖累别人 只能自己来认错 好了 无心之举 何措之有 拿给我尝尝 嗯 很好吃 娘娘等一下 怎么了 母妃 母妃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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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采倩 这是怎么回事 殿下 属下无意间查到 殷采倩根本不在此次半读的名单之中 她的身份有问题 只有你死了 才能让这个计划完美无缺 对着 殿下 属下去找性儿盘问识何之事 结果如何 性儿被杀害了 从尸体上看不出一点痕迹 对方应该是武功高强之人 公主 竟藏有这样的人 殿下 您仔细想想 当时能与性儿接触到的人 只有殷采倩一个 而殷采倩又会武功 殿下 种种证据都指向殷采 蓄意接近您和苏贵妃 伺机下杀手 请殿下明察 你先退下吧 母妃 母妃您终于醒了 启禀殿下 桂花膏内确实有毒 性得人阻止 摄入不多 过儿贵妃娘娘 并无大碍 稍后让人随我去取几副药来 多养几日便可痊愈 有劳了 属下告退 坐 坐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采倩呢 彻儿 你该不会将这件事 怪罪在采倩头上吧 你糊涂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 如果不是采倩及时阻止 微娘早已经把那一整块有毒的桂花膏给吃了下去 若真如此 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吟草地府了 莫非您先安心休养 此事不能操之过气 还需进一步查识 查识要查的 但是因采倩着实无辜 而且对你我母子有恩 不该如此对待 我问他人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已被关押 因为他根本不在半读的名单内 涉及到冒用身份 以及伺机谋害的罪名 什么伺机什么冒命我不懂 我就问你一句 你想不相信印采倩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殿下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想不相信我 好 既然殿下不相信采倩 那采倩也无话可说 只不过 采倩有一事相告 请殿下遇到事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气 一旦动气 就会乱了心志 让有心人有机可乘 剩下的 请殿下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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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通知殿下 是 您采倩 怎么样 被自己心爱的人怀疑 滋味如何呀 你终于出现 你们暗巫 就会用这些下散烂的手段吗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成多久 怎么会有如此过躁的人呢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你怎么出来了 这么快就恢复了 我当然没有恢复 如若我完全恢复 还会有此人什么事吗 哼 口气倒是不小 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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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小心 十一 刚刚那可是巫术啊 所有人听着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接不得外传 是 是 谢谢你救了我 所以 你 你没有不信任我 对吗 把你关进柴房 故意造成要置你于死地的样子 这不过 都是我引蛇出动的计谋 只是苦了你 以身犯险 不苦 一切都刚刚好 殷采倩 你好大的胆子 你未经皇宫冒名顶替 见到本王 还经常直呼无名 就算拿你野生犯险 也是对你藐视规则的一个 你神经病啊 你欺骗我 利用我来引出真正的杀手 刚刚那一下 不过算是补偿吧 这 这算什么补偿啊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冒名进宫是因为喜欢你 直言不讳也是因为喜欢你 藐视规则 更是因为喜欢你 你 你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 我竟然还亲了你 不对 你竟然还亲了我 你 方才的是 谁都不许说出去 谁让你不跟我打招呼 就对我使用计谋 刚刚你瞎了 现在我也瞎瞎你 你听说了吗 那个叫采倩的半毒 好像喜欢称王殿下 不会吧 真的 两个男人哎 是啊 这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我与殷采倩的南南绯闻 现如今已在宫中 传得沸沸扬扬 都怪那个殷采倩 才将此事闹到如此地步 好 在想什么呢 绝对不能走上 这条不归路 而且 而且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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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进来吧 殿下 您让我找回来的东西 我拿来了 还好我没有扔掉 这些可是殿下心爱之物 我怎么会扔呢 母妃一定还在为我 关押采倩一事而生气 此事我要怎么哄她开心呢 又是殷采倩 殿下何必因为殷采倩 向贵妃娘娘解释呢 这个不重要 不过兄弟啊 你会不会做香囊 至今宫里可热闹呢 到处盛传 你跟春儿之间的事 采倩知错了 采倩不应该以这种身份试人 让大家误会了十一殿下 起来 快起来吧 母妃 你就不要再装了 其实本宫 早已经看出你是你扮男装 只有彻儿那个傻小子 还被蒙在鼓里 他之前误会你 欺负你 还把你关起来 就应该让他授手 被人误会的滋味 娘娘 不是的 其实那件事情 母妃 好了 儿臣叩见母妃 起来吧 母妃 这是儿臣特地为您制作的 送给我的 儿臣深知 母妃为儿臣之事 日日烦忧 每每夜晚便不能入眠 儿臣特地为您制作了这个香囊 那有荷欢花料 可缓解母妃的失眠之症 母妃好喜欢 母妃真的好喜欢 谢谢彻儿 我的彻儿长大了 太好了 终于完美解决了 又不是你解决的 这香囊可是我陪着殿下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你看看我的手 这不是某人说了吗 想要跟随十一殿下 必先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这样才能跟随十一殿下 抵挡宫中的腥风血雨 哼 恭喜你 又给殿下多训练出一项技能 以后我看殿下身边 都不需要宫女了 一切针线细活 您都可以搞定 您 殿下 殷才见得侮辱我 谁侮辱你了 这样你就受不了了 那我还要跟殿下说 你处处怂恿 看得作杀好人呢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要吵 李怀 你先回避一下 我还有事 要对殷才牵手 殿下 我也不得了 你收我了 这 我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孩 我希望你尊重我 也是尊重你自己 你是男的 我也是男的 你我二人 虽然不能做情人 但是可以做朋友 殷采倩 本王跟你说话呢 你可有听到 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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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喜欢定你了 我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还是不舍得 万里江山太寂寞 那人间的幽默 滚滚红尘的萧索 只想携手与你过 原来还是不舍得 灵灭红尘的灭红尘的灭红尘 那交错的萤火 千年之后的传说 都会见证你和我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